好 繼續看到這個畫面 很多人應該都覺得 哇 真的是非常的記憶猶新 這個臺北市議員尤淑慧 現在被好多的網友說 跟韓劇魷魚遊戲當中的這個 玩123木頭人的詭異娃娃撞臉了 最近呢 臺北市府 為了要替現階段 只有七十萬人綁定的熊好券來充人氣 因此就找來了尤淑慧 還有市長柯文哲及副發言人 黃靖穎來合體拍宣傳片 還拍這個拍攝現場 也聚集了好多人圍觀 那麼事後 柯文哲就說 自己特別感謝尤淑慧 沒有想到他卻又補了一句話 說尤淑慧跟劇中的詭異娃娃 真的好想 以生存遊戲為題材的Netflix 原創韓劇 遊魚遊戲 衝上全球收視盤榜冠軍 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這個場景 由於遊戲熱潮 北市府也來趕搭 這回由台北市長柯文哲當主角 直接把劇中場景搬到市府前 原來消替台北市的熊好券 衝衝人氣拍宣傳片 甚至神來比找台北市議員 由淑慧嘎上一角 難道這樣算是明星臉嗎 照柯市長說的尤淑慧不但長相相似 連穿著都別出心裁 為了宣傳市政 可說是先把形象亮一旁 對市政有幫助的事情 我們其實監督之餘 也非常樂於的幫忙 車來車往 有一些車子就在紅綠燈的時候 停下來 把車窗搖下來看 然後拿著這個照相機在照 所以覺得有點尷尬 事後 游書會臉書用尺度破表來形容 只盼在自己賣力演出後 能替8號抓截肢綁定的熊好券 衝出更多人氣 華視新聞張志勤 葉鳳尾 張俊慧 台北報導